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安息日 耶稣进了一个法利塞人首领的家中吃饭 他们就留心观察他 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谷症的人 耶稣对法学士及法利塞人说道 安息日许不许治病 他们都默然不语 耶稣遂扶着那人 治好他 叫他走了 然后向他们说 你们中间 谁的儿子或牛掉在井里 在安息日这一天 不立刻拉他上来呢 他们对这话不能答辩 耶稣注意到被邀请的人 如何征选首席 便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 说 几时你被人请去复婚宴 不要坐在首席上 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也被他请来 那请你而又请他的人要来向你说 请让坐给这个人 那时你就要含羞地去坐墨席了 你几时被请 你几时被请应去坐墨席 等那请你的人走来给你说 朋友请上坐吧 那时在你同席的众人面前 你才有光彩 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备贬义 凡贬义自己的必备高举 耶稣也向请他的人说 几时你设午宴或晚宴 不要请你的朋友 兄弟 亲戚 及富有的邻人 怕他们也要回寝 而环抱你 但你几时设言 要请贫穷的 残废的 瘸腿的 瞎眼的人 如此 你有福了 因为他们没有可报答你的 但在一人复活的时候 你必能得到赏报 有一个同席的人 听了这些话 就向耶稣说 将来能在天主的国里吃饭的 才是有福的 耶稣给他说 有一个人设了圣宴 邀请了许多人 到了宴会的时刻 他便打发仆人 去给被请的人说 请来吧 已经齐备了 众人开始一致推辞 第一个给他说 我买了一块田地 必须前去看一看 请你原谅我 另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试他们 请你原谅我 别的一个说 我才娶了妻 所以不能去 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 家主就生了气 给仆人说 你快出去 到城中的大街小巷 把那些贫穷的 残废的 瞎眼的 瘸腿的 都领到这里来 仆人说 主 已经照你的吩咐办了 可是还有空位置 主人对仆人说 你出去 到大道上 以及篱笆边 勉强人进来 好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先前被请的那些人 没有一个 能偿我这宴席的 有许多群众 与耶稣同行 耶稣转身 向他们说 如果谁来救我 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 母亲 妻子 儿女 兄弟 姊妹 甚至自己的性命 不能做我的门徒 不论谁 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在我后面走 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中间 谁愿意建造一座塔 而不先做下筹算费用 是否有力完成呢 免得他惦记以后 竟不能完工 所有看见的人 都要讥笑他说 这个人开始建造 而不能完工 或者一个国王 要去同别的国王交战 哪有不先做下运筹一下 能否以一万人 去抵抗那领着两万 来攻打他的呢 如果不能 就得趁那国王 离得上远的时候 派遣使节 去求和平的条款 同样 你们中不论是谁 如不舍弃他的一切所有 不能做我的门徒 盐原是好的 但如果连盐也失了味道 要用什么来调和它呢 既不利于土壤 又不适于粪料 唯有把它丢在外面 有耳听的 听吧 跟适都一切都在估计下 优优独播剧场——帮助